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到底有多了解呢 而地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一直是科学家们长期探究的焦点 国境最新的研究指出 地球真正最里层 是一颗644公里宽的金属球 铁核镍是它的主要成分 而这颗小铁球呢 它才是地球的真正核心 而这个全新的发现 有可能会改写地球科学教科书 我们究竟对地球的了解 有多少科学家持续探索 这一颗星球还尚未被解开的秘密 CNN在21号刊登这一篇全新研究报导 科学家们已经有证据可以解释 地球真正的核心其实是一颗金属球 全新发现直接推翻改写现有教科书 很小的铁球它只有600多公里的大小 或者是位在我们地球的地核 在更内部的一个细节构造 其实地质学家这个最新的发现 算是改写了我们的教科书 如果真的如科学家们所说 那地球的结构由外到内将分为一层地壳 一层地寒 一层一体的外壳和固体的内壳 而这一次的最新发现就是在内壳内 还有一个真正的地球核心 是一颗644公里宽的金属球 铁和镍是它的主要成分 那这么小的一个核心呢 其实是透过地震学的方式 就是研究地震波在地球内部当中 传递折射反射的这种情形 来推估地球内部无法抵达的这些细节构造 科学家们的全新突破 让大家对地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解台北 综合报道